各位朋友大家好,多谢大家收看我们的基本功介绍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基本功就是匹挂拳里面其中一个动作叫匹山 跟匹挂拳有什么不同呢?匹挂是一个定式,匹挂是一个活步的 如果我们有了匹挂拳基础里面,我们练匹挂拳就会比较容易的 大家首先看看教练示范的动作 大家朋友刚才看过我们的示范动作,如果是初学的朋友 我们要注意什么地方呢?包括我们的前手是拿,后手是劈 这个是我们上身要照顾的地方,下身的时候包括我们上的公步 我们首先先穿转步再上公步,形成一个连环不断的动作 大家可以再看看或者我们再详细解释一些要注意的事项给大家 当我们前手拿的时候,你练斩的时候都做了捉拿的动作 在这个时候虽然没有物件,但我们都出来用力去控制 后手同样都是一个劈的动作,但劈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用手接着呢? 因为这个都可以训练互相击打,这个是打下去的 这个同样都是在练连连打,练对抗性的力量的 再包括我们的脚步,我们首先转步,做好转步了,再上步 转步的时候我们不是跟对方形成一个正面,对方直线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转步是由旁边,由侧面去进攻或者防守的动作 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一点,未来我们下一集也将会有一个基本攻 叫十字半朝天马步进队式再次为大家介绍的,请大家继续留意 见询务后 automotive punch 叫十字半朝天马步 叫十字半朝天马步